大货车切换车道时没有注意到右方轿车 导致两台车撞上 小货车整台车90度打横卡在货车车头 整个惊险过程全被后方行车记录器给拍下 这起事件发生在7号早上8点多 国三南下宝山交流道附近 当时一辆大货车开在中线道 准备要切换到外线道时 没有注意到一旁有一辆小轿车 没打方向灯直接往外切 疑似因为视线死角因此直接撞上 导致轿车整个打横卡在货车车头 就这样一直被推着走 推了大约200公尺到交流道才停下 画面曝光后网友也纷纷留言 表示大货车没再客气也 强迫下交流道吗 而警方货报也赶到现场 索性只有车辆毁损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而另外前阵子闹得沸腾